新安幽涉電視每一年都會在蘇格基間來鼓辦小記者營 第一提出有25位來自三雄國小的學棟 準備要在維基兩天的活動當中來體驗記者的工作 第一天最好先安排的小朋友來認識媒體 知道如何有彩虹 也夠在基盤參觀到電視補上的過程 整個過程讓小朋友是感覺非常有趣 外面上的人看到小朋友在在平雄可樂 這不是在一起喝 這是新安幽涉電視所鼓辦的小記者雅堆 你每一年新安都要搖車給幕府來小朋友 來參加維基兩天的活動 除了可以讓小朋友一個特別的宿舍以外 也讓大家對著有彩虹電視三雅有更多的了解 我們非常期待每年的暑假都能夠舉辦小記者營的活動 希望能夠帶給小朋友能夠正確的知道 我們新聞的製作、新聞的採訪 到最後整個新聞的產出 我們新永安每年舉辦這個活動 也是希望說能夠帶給我們偏鄉服務區的小朋友 能夠有一個正常的活動 讓他們度過一個開心的暑假 這次總共有二十五個月三雙高校的小朋友全來參加 李新安也安排一項的活動 參加是搖車長榮大學的老師 用出別的方式 向小朋友介紹現在每天的狀況 以及採訪的時尊需要注意的事情 在下部近是安排到立進會 獨立出手作 也是在英連記者採訪的過程 這些對小朋友來說都是全身的體驗 那他們的這一次因為是第一次 所以對這樣子的電視台 還有記者啊新聞的部分呢非常的感興趣 他們也很想知道 欸到底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呢他們也想出來看看 欸因為山上的孩子其實比較少機會 可以跟外面的世界 可以近距離的接觸 實際的到地方去參觀去參訪這樣子 所以呢他們也想把握這一次機會 可以出來走走看看外面世界 然後認識更多的朋友 希望透過這兩天宏會的客廳 可以讓小朋友更加了解媒體產業 未來新安排 起床覆盤又更多多年 台前一部打九回開社會經營理念 記者陳怡瑜英雄区採訪報道